七位经过马拉松市的会谈 以及不断的沟通协调 我想两岸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 在观光旅游以及农特产品 还有航点等等有非常多的收获 再一次的希望我们两岸能够尽数的 全面的来推动交流 过去八年的断线 经由我们此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有一个丰硕的成果 我们对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待 我们深表感谢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还会继续来努力 毕竟两岸的和平破冰之旅 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顺利的开展 我们再一次向各界表达 国民党有信心 也愿意为所有的人民来做 而傅宽琴一行人 在中国行程的最后一站 是参观北京的车展 是用北京市的台办主任来陪同 由于是没有清场 只有维安来协助人身安全 有不少民众拿起手机 是拍傅宽琦 所以还一直问说他是谁 但如果要对战场来说是不软能地 就是这个人的咖啡宽产比呢 或者是这个人的咖啡宽产比呢 ? 谢谢大家